- 時光倒轉萬物融合 千變機關穿越星塵 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真的神 近期任天堂再度發布了一部關於王國之類的預告影片 然而這次內容除了是實際影片外還充滿了超多驚喜 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圖 新奇有趣的技能 充滿謎題的新敵人 還有超酷炫的玩法組合 全數一次收錄在這次的實際預告片當中 看到了當下眼淚都快噴出來啦 OMG 哈囉大家好我是沙皮歡迎來到UGS頻道 這次要來和各位分享關於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最新消息內容 從此整理當中的重點以及我個人的看法和想法 當然也是讓各位可以一同品項一下 總之一次整理分享給大家 好啦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GOGO 這次真的神作確定啊 一開始於此況上我和觀眾們都正在等待王國之類的新影片 只是有觀眾說很擔心曠野知識之後很難給出驚喜 很擔心曠野知識之後很難給出驚喜 不會吧 我覺得薩爾達一樣都會有驚喜啊 你光是看到那天空之城那個就是個驚喜了 Leon幫我翻譯翻譯什麼叫做驚喜 你給翻譯翻譯 然後 好漂亮喔這界面 好漂亮喔這界面 我拿著飛飛飛飛 蛤 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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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著 哇 炸打傳說王國之類可謂相當厲害 既承襲的前作曠野知識的全部外 還在奇蹟底之上建構了非常多更為技能的新系統 使得遊戲性和自由度增強數倍 同時先前釋出的預告片當中 所呈現的許多新技能和樣貌 也於這次的實際畫面有了解答 光看就讓人迫不及待的想要直接玩到了 嘿嘿 首先這次王國之類有一個新技能 名為道轉乾坤 如其名是一種可讓物體回溯時間的技能 好比我們看到天空有個石塊掉了下來 那麼就可以使用這個技能 讓石塊沿著原先的運動軌跡 再次回到初始位置 同時這也是其中一種可以抵達空島的方式 另一方面製作人也有提到 本次地圖中除了持手段外 也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可以抵達空島 這也不禁讓人猜想是否有些特殊的空島 是需要玩家經過仔細探索或解謎才能登入的 不過光看道轉乾坤這項新技能 勢必會讓星座的神廟 地圖互動 BOSS戰 甚至是許多新奇的玩法變化上 發生非常豐富的改變 相當有趣 當然你以為就這樣而已嗎 NO NO 驚喜的還在後頭呢 於畫面上你可以看到這是一根樹枝 嘿沒錯 玩過薩爾達玩家絕對熟悉 而這是一個石頭 嗯 也很熟悉 然後我們可以將兩個東西直接組合 這樣做到 是不是很驚喜啊 WOW 沒錯這就是本次星座中另一項新技能 魚料建造 這也是我個人認為最神奇的技能 主要這是一種可讓任何物品 和手上的武器與盾牌相互融合的技能 像是先前的樹枝 我們就可以安插一個石頭 變成石槌 或是木槍也可以再疊一個耙子 使其成為一個超長槍 甚至你要直接將整根原木都融上去也是可以 當然演示中也看見可將煙霧蘑菇融在盾牌上 讓小怪攻擊後就變成煙霧彈 遮蓋怪物的視野 讓玩家可以進行暗殺的橋段 感覺超實用耶 另外這是一隻名為魔像的新怪 嘿嘿 與此同時類似功能也在弓箭上出現 好比我們可以拿冰凍秋秋膠綁在箭紙上 射出去後和先前的冰凍箭有相同效果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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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或者是 使用蝙蝠的眼睛 則會變成追蹤箭矢 相當有趣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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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間接得知 過去包包裡的材料 並不只是能拿來料理或是賣錢而已 於本作中更是可以用來當作攻擊手段之一 同時能彎出的花樣變化也增加非常多 貼近寫實的程度相當有感 超級神 而且我個人也發現 有了這些功能 對於動作遊戲苦手的玩家 想必都有服了也說不定 嘿嘿 另外餘料建造不只是外觀發生變化 攻擊數值也會隨著改變 好比融合後可從畫面上 看見兩件物品的數值互相疊加 這也讓我在想 如果拿兩把頂攻武器融在一起的話 那威力想必會很愛吧 嘿嘿 另外假設拿一把冰刀跟一把火刀 將兩把綁在一起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光想就覺得有趣啊 嘿嘿 冰火刀 嗯? 總之餘料建造這項功能 我個人覺得是這作當中相當好的跟進 原先比較不常使用且不顯眼的小物品 屆時都變得非常重要 且都有各自的特性和用處 一方面玩法上 玩家有更多選擇可以攻略 一方面也讓人在想 之後的BOSS戰又會是什麼樣的風景 非常期待啊 當然這時候你可能會想 哎呀真的太厲害了 心中或許已經震驚不已 那還有啊各位 沒錯就是前一次影片中有提到 可將所有物品組合在一起 變成載具的新技能 救急手 這項功能真的是本作我認為更好玩的地方 演示中我們可以像吸附鐵器一樣 將木頭吸起來 接著就可以將兩根木頭黏在一起 就像這樣 緊接著再來一根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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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重點從演示中可以得知 這個拼接 可謂是自由中的自由 就有如現實一樣 好比原先三根木頭是齊平的 而後續可以將一根木頭往後移一點點 而且並沒有任何的貼齊效果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微調 WOW 那將拼好的木頭放到水面上 就形成了漂浮小船 接著就需要動力使齊前進 本作多了一種相當神奇的新機關 像是畫面上的這個 是一個名為風扇機的道具 只要敲擊一下就能啟動 並產生風力 而只要將其放在剛才的船尾上 就能變成一艘小型動力船 是不是很酷 OMG 只是有電力的限制就是了 不知道後續有沒有方法可以提高 同時製作人也提到 先前預告片中放出的車子 飛行載具 熱氣球等等 並非一開始就存在 而是由玩家所創造出來的 相當驚人 本作有此一功能 就是鼓勵玩家自行發揮創意 製造出屬於自己的想法 並使其想法創意 賦予實用性以及價值度 光是這點就讓本作的遊戲性 提升到另一個維度了 相當可怕 也很厲害 想想本身曠野自協的物理 就已經非常了得 若再加上此一功能 距離能玩出更多新東西 甚至要蓋個自動化機械 或是房子 甚至是空中藥塞等等 或許都不是問題了 總之各位玩家 已經想到到時候要見什麼了嗎 可以在下方留言 讓我知道一下 我想見個空中移動要塞 嘿嘿 接著下一個就是所謂的通天術 是一個相當便利的能力 簡單來說就是穿牆 只要是有天花板 其上方也有個地面 好比有洞穴的山坡 建築等等 都可以使其技能 從下方穿透至上方 唯一注意 若是高山或許就沒辦法了 另外在穿越的時候 真的很漂亮 這空間好像星辰一般 超酷 接著最後就是從空島返回地面的功能 這一幕相信先前看過預告片的都很熟悉 主要從空中返回地面時 我們是可以按住X鍵 朝目的地猛行之下 算是一種可作為區域間快速移動的另一種手段 當然會不會摔死優勢中途能否開啟滑翔翼 安全降落也還尚未可知 演示中是直接落水 所以安然無恙 但這功能真的相當不錯 畢竟從高空往地面移動 那概念 和於平面上移動 有很大的不同 未來要快速移動 除了能夠用傳送外 此方式也不適是一種手段 同時那落下的感覺 真的爽快啊 嘿嘿 好啦以上是本次 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最新預告的內容 整體來說 這篇看到這已經成為問就是買的等級了 原先況也至於內容多到 已經能夠讓玩家一玩就是好幾年 這次王國之類更是承襲前作的所有 並將內容再次擴增到不知道哪邊去了 真的誇張 同時也相信 這次預告片的內容 絕對是冰山一角 甚至開完後 一定還有更多的驚喜在等待著大家 不管是冒險旅途 神廟 boss 故事 甚至是許多細節的玩法等等 有太多太多東西真的講不完 當然前面沒提到 關於優化這塊 可以說和前作一樣如出一側相當厲害 真的黑科技 就算從高空快速落下 各種視角的快速移動 都非常流暢無卡頓 畫面也貌似細緻許多 毫比反光色澤貼圖等等 目前看下來可以安心使用 另外預告尾端 所放出的特色機更是漂亮到 讓人想直接買下收藏 太讚了 歐齁 總之薩達傳說王國之類 將會於5月12號正式發售 屆時這邊也會第一時間直接開跑 有興趣的都可以一同來觀看遊玩 如果沒玩過前作的 不妨趁現在直接衝一波 畢竟還有時間相當推薦 嘿嘿 好啦 今天影片就先到這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覺得不錯 歡迎按讚分享出去 還沒訂閱的也歡迎訂閱加小鈴鐺 我是沙皮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5月12號好久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